微笑赞美在天 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在鼓在前 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好的擦紧在地上 了拥抱就算太远 只是姐姐 你有感觉 好久都没买全家甜品了 他真的因为出新品车太慢了 比不上卧森啊 然后今天呢 我看见了这个可丽饼三角蛋糕 还有这个牛乳玉泥蛋糕卷 咱们也都没吃过 所以买来试试 然后呢因为今天 就是那个宁济有活动 就是那个群里的粉丝 买柠檬茶还送一次花呢 然后我就去买了 今天买的是那个荔枝柠檬茶 送的是紫萝兰 然后我打算在汉堡王 等我的汉堡的时候 先把这些甜品给人吃了 先来吃个这个 橙幼味的可丽饼三角蛋糕 撕开就有很浓的一股橙子的香味 感觉还挺清新的 其实我之前都不知道 可丽饼三角蛋糕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我感觉这个 它外面是蛋皮吗 我感觉我也吃不太出来呀 但是就橙子和柚子的味道 确实挺浓的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没有彩雷 然后因为刚刚感觉太暗了 所以我就打了个光 现在来吃这个取西风味的 一个可丽饼三角蛋糕 就是刚开始看见这个甜品的时候 我不看名字 我差点以为它是那种 海苔三角饭团的 你们看是不是特别像 它外面裹的那一层 不知道是啥 这特别像海苔 这个也很好吃 它就是那种 巧克力味还挺浓郁的 而且又很软 我觉得反正 感觉这个和 和刚刚那个都不相上下 就一个是很清新的口感 然后一个就是那种 巧克力取西的口感 但这个里面就是软的 不是那种硬的取西 是那种软蛋糕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对了 它中间还有那种内馅 但是忘记拍一碗 然后再来吃个这个牛乳卷 我感觉这个应该能想象出来 它是什么味道 它这个里面有三块 天呐好难弄哦 这个也就是那种 平平无奇的吧 你能想象出来它是什么味道 但它做的其实还挺好的 软软的 也不是很甜 不是很腻 然后中间就夹了一层芋泥吧 哎 不知道怎么形容 今天出来吃东西 居然忘记换我那个 与时俱进的手机壳了 失策啊 失策 然后吃完我的脆鸡饱 还有我的这个鸡翅也都好了 其实这个脆鸡饱 我好几天前我就看见了 但是当天就我特别想吃的时候 但是因为太晚了 我就忍住了 然后之后呢 我就在小红书上面 我就刷到了 就是有人吐槽这个 这个垂直宝的 就说它这个不就是汉堡里面 夹了一块干脆面吗 说什么自己都可以 用小浣熊干脆面复刻呀 当时就有点把我劝退了好吧 但是呢我这个人吧 就还是很喜欢那种 很新奇的东西 然后今天又因为 好像叫9块9这个宝 所以我就冲了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宝真的挺好吃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吐槽它 我真的觉得就很新奇啊 然后这个干脆面感觉和这个宝结合得也挺好的呀 就是我感觉我今天吃完汉堡王 我觉得汉堡王的汉堡还挺好吃的耶 就感觉和肯德基麦当劳的那些汉堡不太一样 我感觉它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我点了这个宝的问题啊 我觉得就是有那种川香麻辣的口感 我还挺喜欢的 它最近好像就是有三种宝是9块9的吧 感兴趣的家人们可以去瞅瞅 而且我坐的这个地方我好喜欢的 就是我那边左边是一个洗手池 然后对面也没有人 然后左边也没有人 就很适合我这种舍口 你们知道吧 虽然我还是没好意思开口说话 哎 不过这一顿我吃的还是挺开心的 开心到摇摆好吧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姐妹们 不过其实也还是那种 可以想象出来的好吃呢 就是汉堡 我中间夹了一块干脆面 但是它这个汉堡的味道我还挺喜欢 就那个鸡肉的味道 然后再来吃个这个红韵香谷鸡 它是那个红油火锅味的 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是我会喜欢吃的那种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香谷鸡是刚炸出来的 所以就还挺酥脆的 我就想起我上周 疯狂星期四的时候去肯德基 吃了那个什么香谷鸡吧 它真的就是都已经就 就一点都不酥了 就不是很好吃 这个好吃的 然后又因为它是那个红油火锅味的 我感觉这两者结合 应该没有翻车的吧 这三块红韵香谷鸡13块钱 比我的汉堡还贵 笑死了 再来吃我的汉堡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名字 这个堡叫咔咔脆鸡堡 只能说这个名字 真的和它的食物非常符合 我也不知道现在在干嘛 好像是在看手机吧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段 沉浸式直播 我就避麦了好吧 好 我先拿下来的是 我尝尝 还有 小董 这些都是新鲜的 这些都是发达的 这些都是新鲜的 这些都是新鲜的 好的 最后一口了 吃完舒展一下身体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大家拜拜 不对 还没结束 在我已经吃完的时候 我把我的柠檬茶打翻了 全破裤子上面了 我最近怕不是跟杯子有仇 冰块全撒在我的裤子上面了 天哪 吃完我又去蜜雪冰城 买了一个这个香芋味的摩天翠翠 我之前吃过它的香芋摇摇奶昔 反正它这个香芋冰淇淋 就没有那种香劲的味道 感觉还是挺香芋的 我这行我真的是 死虫了好吧 人家香芋味冰淇淋 不香芋味那还什么味了不成 真是的 那么这次真的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大家下期见 拜拜